來 晃哥 我進一步請教 因為這個其實 現在兩邊在插在彎 在彎這件事 因為柯文哲這邊呢 他們就講 表定是我七點到 你郭台銘是八點到 你怎麼來突襲 你提前一個小時來突襲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還有一個這個LINE的對話截圖 他就告訴你說 哪是啊 我們發的彩通就是七點鐘 什麼時候變八點鐘 現在在彎這個 然後呢 陳志涵還接受了訪問 他講說 哇 沒事都這樣 有意無意的放消息在吃豆腐 他說 緊迫叮人 真的很可怕 有點要形容說 郭台銘是恐怖情人的這種味道 對 柯文哲其實兩個都很會演 昨天這是高手過招 就是看誰演技好 觀眾朋友自由評斷 我先講郭台銘演的部分 其實昨天這一場 郭台銘早就知道 昨天那一場就是他的主場 但他故意把柯文哲設計去 因為原本只有邀請郭台銘 原本並沒有柯文哲 真的嗎 對 你這個說法跟陳志涵的說法完全相反耶 我先補充一下陳志涵的說法 他說 這個行程其實是主辦單位 只有邀請柯文哲 因為這一些計程車駕駛 很挺柯文哲 內部票選超過九成 都希望他到現場跟民眾來互動 跟你剛剛講的剛好是兩端耶 柯文哲當了八年臺北市長 昨天那個場合叫做臺北市計程車同業公會 做市長的人照理說計程車同業公會是他的主場 對不對 可是這幾年臺北市的計程車遭遇到什麼問題呢 幾乎很多重要路口都有科技執法 你去坐計程車問問計程車司機 每個幾乎大概罰單都被開了不少 所以難免會有怨言 好 其實誰邀誰幾點 因為我前一天晚上就是前天晚上我看到的彩通 的確彩通發的是郭台銘七點到 但是我沒有仔細去看到柯文哲是幾點到 好 那郭台銘 為什麼我說是郭台銘主場 剛剛正好給大家看了 普渡場大家跑很多嘛 對不對 有麻雅茶 其實放酒的也不多 你真的確定這杯是咖啡不是麻雅茶 通常這種場合 酒大概最多放啤酒 因為說實在這個餐費預算不高 你也不可能放太高檔的酒味 他的肌肉看起來不錯 對 好不要看歪了謝謝 就是煙雞 萬一開喝了 第一個容易時間脫胎賞 第二個可能會報經費對不對 好 我還第一次看到說這種場合放咖啡跟奶茶 我表示因為這個問獎 可能晚上要跑夜色要提神一下 喝點咖啡 所以 同中我跟妳講為什麼好不好 所有新聞上過的 都七八個都放 讓郭台銘對柯文哲跑不掉 對 就是沒喝一樣 沒做對 這個很厲害 而且你注意看 當郭台銘或是柯文哲在講話 後面那個電視牆放什麼 阿榮 一定贏 對 那個東西不是現場說我臨時找人用手寫 那個要電腦先key嘛對不對 對 然後再按個按鈕才會播出去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說這原本就是郭台銘的主場 但是柯文哲去了 好 這是郭台銘會演的一部分 然後柯文哲我是怎麼在演 我們跑過很多場合 我自己主持過好多這種選舉造勢 通常這種選舉造勢就是會有很多人安排照時間上台講話 那當然上台講話有重量級的有一般的來賓 通常重量級的來賓來的時候 當他前面 就是他到現場的時候前面有人在台上正在講話的時候 這個人通常會怎麼做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他會先坐在車上等 我不要出現 因為幕僚會先回報 說現在時間可能有delay或什麼樣 先不要錄 不要站在外面 這是一個禮貌 因為譬如說你今天譬如說總統來了 台上是停飛在講話 總統進來主持一下 我們歡迎總統 停飛講話就被打斷了 這就是一個禮貌 你不同黨派這個也都會讓他要避免 通常就是正常的SOP是 因為其實昨天現場有沒有柯文哲 有 因為蘇培昨天晚上有去 他說蘇培說他六點半到 他到時候現場大概看到了大概二三十個穿白色T恤上面寫KP的 那就是柯文哲的團隊 所以現場有沒有人 有人 你這個時候先前的幕僚怎麼處理 馬上回報說 市長那個郭董現在在講話 你是不是在車上稍後 因為你在車上可以做很多事 你可以看資料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你有必要故意站在門口在那邊罰站嗎 有他選擇下車站在那裡 然後媒體都在拍 然後做很多表情 故意在那邊哭笑 這個叫做演戲 他在演什麼呢 我是一個良家婦女 現在有一個土匪要搶搶民女 我不願意 我千百個不願意 請大爺們幫我主持一下公道 你看我多可憐 所以佩琦今天馬上說 你看我要去當御醫了 對不對 每次柯文哲罰站 佩琦必有文章 這不是已經變成一個定律了嗎 所以我覺得昨天兩個人都在演 但是柯文哲昨天這個動作 我覺得象徵至少兩個政治上的含義 第一個含義是 現在現階段對郭台銘非常不爽 所以他故意這樣子 其實他也可以大大方做進去 柯文哲一定做主桌 我做主桌 我就面對郭董小話 我給你鼓鼓掌 他做進去就變成又被吃豆腐了 他不想要營造說好像兩個要夾那種氣氛 第二個就是桂牙講的 現階段我講現階段到登記前未必 因為柯文哲是很善變的人 現階段沒有郭柯和 他昨天想用他的肢體語言來表達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我連跟他見面同台我都不願意 那更不用講郭柯和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昨天那個動作是故意做出來的 他就是要給媒體拍 然後讓媒體知道說我們現在不會有郭柯和 那至於將來11月登記前 會不會有郭柯和 那要看未來郭台銘的民調 跟他整個後面發展 但是昨天這場動作其實兩個都要演 那兩個人都展現出他的性格 郭台銘就是展現那種霸氣總裁 我就是要 老子就是要 我不管你願不願意 我就是要 就是那種霸氣總裁 那柯文哲則則是 能聲能說 他真的是蠻這一點倒是蠻厲害的 他昨天故意示弱 你覺得柯文哲平常是一個這麼柔弱的人嗎 不是嘛 柯文哲裝可憐你覺得會得到同情嗎 不會嘛 因為他的形象就不是那種很可憐的人 但是他昨天故意裝可憐 他也知道大家不信 但是我就是故意用這個動作 凸顯我要傳達目的 現階段我不會跟郭台銘談任何的條件 其實我再補充一下 就我的看法 我沒有證據 我跟他們沒有那麼熟 是個很奇怪的場所 第一個我們所有辦活動的人 大家辦很多活動都知道 那個螢幕上面要有那幾個字 那個不是先準備而已 我活動主辦單位 我是不能自己上的 我要主辦單位的頭頭點頭 那幾個字才會掛在那上面 所以郭台銘是先跟計程車工會的頭頭 那裡面的幹部全部都搞定了 那怎麼搞定 不知道也許有下資源 也許有幹嘛 但是他們絕對是老交情 要把他老交情 結果理事長同意才能跑馬登 對 那一定要理事長同意 那個才會跑馬在上面 而且整個場子這樣子規劃起來 就是要做給郭台銘 可是如果照邏輯來講 那跟計程車工會關係最密切的 應該是誰 黃珊珊 黃珊珊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柯文哲 柯文哲是臺北市長 他幹八年 我怎麼會跟計程車工會一點聯繫都沒有 照理說都有 那可是為什麼動不了 因為郭台銘改用大神沙拉油 後來居上 對對對對就把他搞定了 所以昨天那個形勢就是說 那就來告訴大家一件事 你不要小看郭台銘 郭台銘是很 他的超能力還是有在作用 在在我們媒體上面來講 都覺得說我派系一定要什麼誰登高一呼 辦一個什麼偉大的什麼聚會 我才能夠搞定 派系動員不是那麼回事 我們以前碰過 就是在某個鄉下的豬舍裡面 開派系大會 為了要躲避國民黨的偵查 還有間諜 所有人被召集到 只有一條路進去的某一個豬舍 要有人帶路才能走路進去 然後在裡面開派系大會 介紹說我們這一次就挺誰 這樣子進來了 每一個都是自己人 有洩密了 那就加法處理了 所以派系是可以這樣子做動員的 沒有說什麼一定要登高一呼了 那現在為什麼這些派系頭頭會跟 好像跟這個郭董有點距離 一方面跟黨中央表態 第二個我的估計是郭董還沒有資源 還沒有下去 大家現在在喊價階段 對不對 喊價 那個東西沒有來 我也不知道你選真的假的 雖然你宣誓你要選真的 派系在看一個候選人 或者選舉裡面看一個候選人 就看兩件事 第一個你有沒有宣誓 你要選到底 第二個你的東西 有沒有下來 可是他一直沒有講要選到底 就是說郭台銘參選記者會 他也沒有說他到底要不要參選 到底 他不管 但是那個不重要 那只是表面上宣誓 那個重點是說 你東西有沒有下到下來 沒有下來你就選假的 那所以現在派系也在跟郭董喊價 那個 你們東西沒有下來 我們是怎麼動 我也控不住我底下的人 所以還有很多的模糊空間 第三個 剛剛講到那個談 什麼三四小豬要喝咖啡 喝奶茶 什麼的 我跟你講 真的有誠意 像我們那個以前也是在走突的 那我也用咖啡跟人家果汁 在乾杯的 對不對 真的有誠意 果汁跟奶茶 也是可以乾杯 沒有關係 雖然喝起來很脏 但是昨天這個兩個大家細菁 都在那邊作業的時候 今天那個誰 柯文哲 發現他那個悲情牌沒有用了 結果他後來又放話了 說我到場 我有叫我的知識者不要喊 賣話動算 對 然後我是給 我是給這個郭董禮貌 那給他面子 那我不是怎樣怎樣怎樣 就還在演 轉轉轉轉不過轉不過去 那我這樣子講好了 所有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在談說什麼要和 我告訴你 國民黨裡面從來沒有在整合的都是在整人的 那個是半個字 然後然後再整人 然後第二個所有的整合說我要跟誰談跟誰喝咖啡 那種東西 重點在做新聞 那他事實上就是在摸人家屁股 在吃人家豆腐 那我只要做了以後 我在跟他談了 他在幹嘛 他在軟化你的支持者 軟化你們的人的戰鬥意志 讓外面的人沒有說 他們兩個要和了 那我們就不用那麼用力了吧 這個才是真正的目的